因为中共它不承认 它这一次对台湾总统大选的 戒选的失败 同时也不接受这个大选的结果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我认为它会推出一种新型的 对台的统战的策略 我把它规矩为三个层次 叫做一分裂 二磨除 三阵线 这是一种低成本的 不需费一枪一兵一卒了 来就实现并吞台湾的目标 所谓一个分裂的意思就是说 藉由分裂台湾各党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包括分裂台湾人民 和政府之间的一种信任的关系 来达到溶解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中共就很有可能 已经逐步地在推动 我称之为国会渗透的三部曲 它的终极的目的 就是要把台湾国会赤化了 中共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微信作为联络的工具 跟台湾的一些国会议员 来进行加密的通话 在这个通话的过程当中 中共可能就给意见 给指示 然后用这种方式下指导器 掌握我们的国会主导权 或者是支配权 第二 我认为它是对台湾 进行法律的粉碎战 就是说透过所谓的 国会改革的名义 可能从宪法开始 一直到立法院的组织法 甚至包括立法委员的直权行事法 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 来进行深挖翻土的法律修改的大工程 利用立法院里面的一些政党的矛盾 来夸大这些矛盾 达到分裂台湾国会的目标 第三 如果说立法院一天到晚 在修法立法等等的 三党不过半 每天在那边吵半天 一定会引起国会政治剧烈的波动 这种剧烈的波动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民会觉得很厌烦 甚至是很讨厌 那么久而久之 就会使得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信任 被拉开了 其实在很多的民主体制当中 政党之间吵吵架 打打闹闹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它就会用这样的议题本身的撕裂 加重这个矛盾的内容等等的 来造成更大范围的 政党斗争的一个局面 中共很会利用这种间接的仇恨统战 到这儿打了效果 比如说像统独之争 世代的矛盾 阶级的矛盾 然后透过被渗透的媒体 跟TikTok等等的扩散去放大了 对 就是扩大矛盾 撕裂族群 来达到对于我们民主体制 产生一种溶解 融化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觉得说 整个国会充满了烟火 甚至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人民当然就觉得 会有一种政治上的疏离感 或者一种厌恶的情绪 如果三党这样子的话 三党其实就很难达成共识 去做一些真正的民主防卫的法案 它就更容易伸手了 因为这次的国会 基本上三党不过半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让中共可以去进行 渗透的一个破口 因为它最怕的 除了赖金德之外 它还最怕我们选举 最怕我们的民主制度 所以它破坏你的民主制度 就是以台湾内部来反对台湾 台湾人自己在内部搞统战 或者是说把对台工作 做到台湾岛内等等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如意的算盘